我們搭公車 又來到了一個新的景點 不過在進去之前 要先問一下齊瑋 那個聽說你數學很好 來跟我們回算一下 我們到目前為止 總共花了多少錢 第一個 搭公車花了 40元 接上來中餐吃了 兩個人加起來花了 75元 所以是 115元 然後我們又點了三份的幾項 三份的幾項嗎 三份的一項 三份的幾項 三份的幾項 三份的幾項是… 55元 然後再加上我們點了兩杯飲料 40元 所以這樣是… 這樣是多少 55、90 320元 170元 170元 然後又搭公車 不是,210元 210元 210元 然後又搭公車40塊 所以是… 總共花了250 所以我們兩個人總共擴桃1000塊 花掉250塊 還有750塊 綽綽有餘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帶我來這裡是哪裡 美術館 國立美術館嗎 後面有個糖棒 對啊,請看 可是… 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是兩個人 只能花1000塊 我知道啊 可是那個美術館 你們不是進去都很貴嗎 如果你讓門票到100塊的話 我們這樣會不夠看好 這一間美術館進去參觀 是不用錢的 不用錢 3 3 3喔 所以進去參觀 可是… 其實我以前經過台中那麼久 我從來沒有進去參觀 是因為它外觀看起來太氣派豪華了 對啊 所以是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 那看起來好像佔地滿大的 所以你知道有多大嗎 1萬多瓶 1萬多瓶 跟我心目中我以後的家差不多大 你最好是 果然是貴公子啦 沒有啦,因為我大學有住在那個 貼母棒球場裡面 所以那整個體育園區都算是我家 差不多啦,1萬多瓶 果然是貴公子不一樣啊 在打棒球之餘 現在還可以來美術館 欣賞一下展覽品就對了 就是要有一些 藝術家的一些氣息 真的是看不出來啊 原來是貴公子 好,那我們現在去美術館裡面參觀 是自由的喔,很開心 走吧 走 這幾年台中市政府積極推廣多項藝文活動 為的就是希望打造出一座國際級的文化藝術城 而鑑於民國77年的國立台灣美術館 在五年前整修過重新開館 提供了台中市民一個陶冶身心的好地方 國美館是目前全亞洲最大的美術館 包含整個雕塑公園在內 一共佔地三萬多瓶 館內從日劇時期的繪畫作品 到數位藝術的創作都應有盡有 來到這不用花一毛錢 就可以體驗到特別的藝術饗宴 謝謝 我現在帶你來看一個非常歷史意義的 一個展覽 它的名字叫《靈光在線》 為什麼我會說它非常有歷史意義 因為它是從日治時期的台展 還有福展 一直到2006年的現在的神展 所以是非常歷史意義 所以它上面寫說80年喔 它是... 對啊 它是有80年的一個歷史 所以相當不簡單 看不出來林奇偉平常打球 對於這種美術還有一點涉略嘛 以後有沒有考慮不打球 要來當解說員 我在考慮一下 因為畢竟我還很輕 很久遠的事情 這裡的這個工作人員說 你非常具有潛力耶 可以我把你挖腳過來那邊 當解說人 但是畢竟我是在身為棒球人 死為棒球狂 林奇偉你夠了 我還是為棒球付出就好了 你夠了... 好啦 我們知道貴公子 平常對美術也有涉略 但是我很好奇裡面 到底展現什麼東西 想知道嗎 請跟著我的腳步 走 走 這一幅畫 基隆燃放水燈圖 我家住在基隆耶 假人人 對啊 假人人 對 我是假人人喔 那你知道這幅畫 怎麼樣 是不是對你特別有感覺 有啊 因為基隆燃放水燈啊 對...有那種感覺 在田寮頭旁邊放水燈的感覺 我告訴你這幅畫 可是大家有來頭的 怎麼說喔 這又太有來頭 你又知道了 你不要假裝懂喔 剛剛不是有介紹的 那個1927年的台展嗎 第一屆的台展 對... 這幅畫就是第一屆台展的第一名 這幅畫是第一名喔 我來看一下坐著是誰 村上櫻夫 是個日本人耶 對啊 是日本人啊 因為當時 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他們本來都是用高壓政策在統治 沒錯... 結果後來他們日本人就想出了 比較柔性的方法 就懷柔政策 然後所以舉辦了一個 這個美術展的比賽 但是第一名竟然還是日本人 這就由大家自己審美 審美的眼光不同嘛 所以這幅畫 可是對台灣的美術史上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喔 對啊 原來是這樣子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耶 好好欣賞一下 有這種感覺耶 田療河旁邊放學的感覺 看完了鎮館之寶之後 我們決定在這座氣派的美術館中 多繞繞 不過走著走著來到了 這是什麼情況 怎麼到處都是牛啊 這邊有這麼多牛耶 這怎麼回事啊 這是國際藝術展 從…這叫奔牛節 剛從台北展覽玩 然後現在… 現在來台中展覽 對…來台中展覽 為期兩個月到7月5號 所以民眾有空 就可以來這邊看展覽就對了 對… 剛好今年又是牛年嘛 然後剛好林祺偉又是新農牛隊 所以一定要來看一下奔牛節啦 對 旁邊這頭 閃亮亮 所以你要進攻想想對不對 閃亮亮 你提到閃亮亮 感覺是很… 剛好跟我們今年球隊 有一個新的團體 閃亮亮三人組對不對 對 陳志偉、鄧時陽 還有林毅全 林毅全 所以應該要來… 我會跟他們講 因為在公司旁邊而已 對 我們叫他們有空來這邊參觀一下 對,自由的嘛 所以閃亮亮三人組 一定要來參觀一下 奔牛節閃亮亮的熊 跟國際藝術展覽接軌一下 沒錯… 球員也是要跟展覽接軌一下 好,旁邊還有很多頭牛 來看一下 慢慢看一下吧 這是原住民牛吧 對啊 原住民的 這是公司代表 在牛年和新農牛隊的林毅偉 一起看奔牛節的展覽 實在是個特別的體驗 有空球迷不妨到這 來欣賞一下 來自世界各地藝術家的作品 當然 如果自認有藝術天分的朋友們 也可以參加小牛體驗營 自己來彩繪獨一無二的小牛公仔喔 好… 不全招計程車 不是要走了嗎 怪公子的毛命用飯 你忘了我們今天是500元看棒球嗎 還有750耶 不行,我們還要扣掉那個門票錢 還要再扣掉400塊 這樣我們會不夠啦 晚餐吃個那個雞排就好了 可以啦… 不行,還有門票錢耶 門票,什麼門票 棒球的門票啊 看球賽要買票 當然要買票啊 果然是貴公子 走啦,不准叫計程車搭公車 走 不要啦 搭公車 看當女孩都是誰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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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